歡迎大家收看耀材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即是來自耀材證券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 Jason你好 Mack你好 先跟Jason跟進一下 香港12月剛公佈零售銷售方面的數據 總銷貨價值是469億 按年升8.8% 至於總銷貨數量升8.1% 先看整個走勢 從去年12月23.5% 去到今個月8.8% 當中有個回落 有時候升上來一點 先問問Jason 整個12月來講 整個12月來講 升了8.8% 你覺得成績來講好嗎 12月方面都算是不錯 和11月方面的數據其實都是挺接近的 但如果你說比較在 上年第三季 最低谷的那段時期 你見到現在8.8% 都明顯是改善了 這方面都反映了 在去年的第四季裏面 看到內地居民來香港 消費的意欲都開始回升 12月是聖誕節 也看到聖誕節那一陣子 來香港方面的旅客的人次 特別是來自內地方面 都有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雖然你看到他們現在買東西方面的模式 或者本身購物方面的種類 跟過去兩三年是有少許分別的 因為現在很多下來香港的內地旅客 都是來自內地的一些二三線的城市 整體那個消費的能力 都是沒有一些一線城市方面的旅客那麼強的 所以你見到很多現在下來買東西的時候 都是買一些必需品為主 反而你說一些車廁品等等方面 整體的銷售都未能夠去到高位置 講完大數之後 跟大家細看水裡的分類 先看看服裝方面 看到1至12月 按年變複是7.6% 12月的按年變複是6% 上個月是8.2% 好像對比上月有點回落 但是整年來看整年的走勢 就會發現其實都已經有個好轉 因為在年中試過兩次的負數 應該怎樣演繹這個數字呢 沒錯 在第三季的時候 曾經錄一個負數 另外去到十一黃金周那段時間 服裝方面的銷程都是一般的 但是你看到踏入到十一月份 和十二月份 都明顯是有個改善 但是都留意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11年的數據 普遍整體平均的增長 都有十幾至二十% 所以就算你看到十二月升上來也好 但是整體增長的幅度 和11年的高位 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是的 講這個行業 都不得不講 就是九九IT的股份 其實今年都不客氣一次 和Jason談談你的股份 因為今年 IT來講 做了很多不同的Sell 很多不同的Promo 去Sell他們的服裝 去清存貨 之前出了第三季的營運方面的數據 香港方面 其實只不過是微升 銅電輸出方面 微升0.3%的增長 毛利率方面是58.3% 日本方面 更加要跌 就是19.2% 這個銅電銷售 大陸方面比較好一點 公司就解釋 歸功於一些 很努力去做一些Sell 去推廣 先問你 Jason 其實這間公司來講 今年不停在做推廣 你又覺得 清晶存的問題 其實還要不嚴重 其實見到過去的一兩個季度 特別是聖誕高峰期 或者11黃金周那段 你看到IT方面 很多產品打的折扣 都是去到4折 5折 變相反映到 那間公司的存貨壓力 還是比較高 都要在一些比較旺的季節 都要靠一個 減價 靠一個折扣方面 清得多少就得多少 但是換來的代價 就見到那個毛利率方面 都跌穿了 5成8那麼多 不要忘記 IT在最光輝的年代 他的毛利率 可以去到接近七成那麼高 換言之 你見到毛利率 在這年多兩年 跌得那麼厲害 都反映了 就說本身 這間公司 雖然是希望 打一個高檔服裝的市場 但是偏偏 在市場比較疲弱的情況下 他受的衝擊 都是比較大一些 還有剛剛都提過的 始終現在 下來香港 買衣服 或者旅遊方面 那些人 整體的分類方面 都由之前 大部分集中在一些 一線城市 比較有錢的旅客 去到現在 都見到有很多 一些來自內地的 比較內陸的省份 或者一些比較 三四線城市方面的居民 都一樣是照落來香港 變相 他們在買東西方面 消費能力 就沒有那麼強 變相對於IT來說 都是會有壓力在 雖然你說過去的兩個季度 都不斷地打折扣 但是看回他們的盤數 現在的存貨方面 周轉日數 都還是相當之高 我相信 都起碼要去到 今年的下半年 才有機會可以慢慢改善 是的 他自己公司也說到 這個存貨周轉日數 其實仍然都是高 就是2012年8月31日 所錄得的水平 都是自己都覺得 是一個較高的水平 再問回到股價方面的表現 其實就是999 IT 其實在公佈業績之前 抽股做了一陣 但是公佈完數字之後 又跌下來 去到三個三的水平 其實股價來說 應該怎樣走呢 最新做三個三無四嗎 沒錯 你見到他在一月初那段 曾經有很大的反彈 股價都由三個二 曾經升到上四元 但是你見得到 他公佈完的營運數據 都給人家的感覺 都似乎是幾失望的時候 又跌下來 始終你說 之前這一段的聲勢 都是因為大家憧憬著他 就說在減價的時候 在聖誕的季度 都能夠有一個幾好的銷售 但是發覺他最新公佈的數字 似乎沒有預期中這麼樂觀 所以你說這一陣跌下來 其實對股價的影響都是挺大的 接下來我相信股價 都只能夠有反彈 沒有大升 彈到上去三個六這些位置 阻力都會比較大 下面都要留意 如果你說年之前一個 橫行的通道 三個二左右都是跌穿的話 他逐沉底的格局 都有機會是維持的 好啊 謝謝Jason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和Jason暫時跟進這個數字到這裡 稍後回來 下一節繼續跟Jason說一說 12月方面 就是香港銷售方面的數據 我們先休息一會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想買我們嘉賓的話 都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又或者繼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atbschannel.com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跟Jason再談